《亞馬遜雨林》發生失蹤事件 《Tropical disease》是巨大的 《亞馬遜雨林》 《劇情水平》 《星期末》 人類禁區 是我們對亞馬遜雨林最大的誤解 長久以來 我們賦予它無窮的神秘猜測 無盡的恐怖狹獻 以至於很多人 至今都對它充滿忌憚與誤解 但真正的亞馬遜 不僅美麗多彩 而且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家園 甚至還深刻改變了 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 這一切究竟從何而來 歡迎來到山河星球第二集 這一次我們一起衝進亞馬遜雨林 這裡是亞馬遜雨林內部最大的城市 巴西的瑪瑙斯市 站在高處向遠方眺望 綠色無邊無際地蔓延 一直到地平線之外 根本看不見鏡頭 亞馬遜雨林 占據著整個南美洲大陸的三分之一 面積接近六百萬平方千米 不僅遠超地球上其他熱帶雨林 也是地球上最大最連續的一片森林 亞馬遜雨林除了極為遼闊之外 還給人一種更加直接的感受 那就是 特別溫熱 這裡的年均溫在二十八度左右 平均濕度在百分之九十上下 這樣的氣候 恰恰是形成熱帶雨林的關鍵 而從行星尺度上看 也只有一種力量才能創造出 這般無窮天地和無比濕熱的氣候 1.8億年前 隨著把塊運動不斷進行 聯合古路逐漸解體 大夕陽開始慢慢擴張 海洋水氣終於被信封送至南美洲北部 隨後 亞馬遜地區 才逐漸從內陸乾旱環境 轉變為濕熱環境 更神奇的是 南美洲大陸 此後也沒有發生劇烈的飄移 亞馬遜地區 在最近一億多年裡 長期徘徊在赤道附近 為雨林的誕生 創造了絕佳的氣候基礎 這裡到底有多時 每年雨季 吸飽了水分的亞馬遜雨林 重量會顯著增加 甚至能把整個雨林下方的地窍 向下壓成 最大可達到10厘米左右 等到旱季地窍再重新回彈 周而復始 使整個南美洲的北部 每年都上下起伏 這該是多麼宏偉的力量 可以說 地球像是倾盡了全力 那亞馬遜雨林的誕生 創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超級空間 但是 這樣的創造還在繼續 直到地球第一大河宣告誕生 看到沒有 樹上有個小猴子 它就是在亞馬遜雨林非常常見的松鼠猴 它體型很小 尾巴很長 毛色有點類似我們國內的川金茨猴 而且它的臉是白色的 嘴巴發黑 然後據我們所知 在河的對岸 也生活了另外一群松鼠猴 它們的毛色和頭部的花紋都有差別 已經是另外一個不同的物種了 而在整個亞馬遜雨林 更是演化出了十多個不同種類的松鼠猴 為什麼僅僅一河之隔 竟分佈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猴群 是怎樣的力量 在影響著它們的生存與演化 答案 便是我所在的亞馬遜河 只是 身處岸邊 我們還不能很好領略它的龐大 我們只有高一些 更高一些 才能更清晰地看見 這條地球第一大盒的全貌 由於納斯卡板塊 不斷向南北洲西部俯衝 形成了長達八千九百多公里的安地斯山 它的北部山脈 還與附近的高原 回合出現代地球上最大的流域盆地 亞馬遜河 引導著冰雪融水和降水 共同向低挖出湖段集結 形成了1.5萬餘條大小支流 最終匯集出全長六千四百多公里的亞馬遜河 雖然它的長度略循於尼羅河 位居世界第二 但亞馬遜河的水量卻極為驚人 竟然達到每年平均7.2萬億立方米 是長江的七倍之多 甚至比地球上第二至第七大河的流量總和還要更大 以一己之利 提供了地球每年入海河水總量的約20% 是當之無愧的地球第一大河 就這樣 世界上最大的河流 與世界上最大的森林緊緊相拥在一起 對於人類來說 亞馬遜河及其眾多支流 是進入雨林各個區域的黃金航道 但對於生活在這裏的其他動物 這裏還有動的食人魚 增染 坎門厄是危險的生物 到處都是死亡陷阱 我們現在正在河邊尋找坎門厄 不解如此 眾多寬大的河道讓植物的種子和動物都難以跨越 形成天然的地理阻礙 將這片雨林封隔為無數森林孤島 包括生鼠猴在內的很多生物都被河道圍困在孤島裡 無法跨河繁衍 最終不斷積累基因變異 演化為截然不同的物種 這便是由河流地理隔離引發的生物生殖隔離 是一個不斷創造新物種的演化機制 亞馬遜雨林 因此孕育出這顆星球10%以上的已知物種 甚至還隱藏的更多未被人們發現的生物 不過 若想更進一步了解亞馬遜雨林的生命奧秘 我們還需要再深入一點 直到雨林的枝葉完全遮蔽了天空 你將會看見亞馬遜雨林另一個生命奇觀 現在是正午時分 我的周圍也相當陰暗 正是因為頭頂上 無數密集的大樹遮蔽了天空 特別深入在雨林裡最神奇的一個位置 林關層 太幸運了 我們居然遇到了一隻來到地面上的樹懶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呼吸非常的緩慢 傻眼的動作也很慢 非常符合大家對閃電先生的刻板印象 這種動物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樹上 只有每過好幾天才會下地一次進行排泄 在林關層 有無數的枝蓋和藤條提供機身之處 還有無數的葉片花朵和果實提供蔥毒的食物 是一個可以讓樹懶和其他眾多動物 甚至附身植物都離開地表 獨自生存的空中世界 可以找到雨林裡近八成的物種 不僅如此 對大地而言 林關層還遮蔽了陽光和來自高空的風 甚至也讓雨水要花更長的時間 才能通過層層樹葉的阻攔落到地表 讓林關層下方的空間 形成了光照度、溫度、濕度 各不相同的多層小環境 可以容納下更加多元的生命形式 終於 憑藉著生命力旺盛的林關層 和複雜多邊的林下空間 各式各樣的生命形態 在亞馬遜雨林裡不斷有限 他們彼此競爭者、搏鬥者、共生者 創造出極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那麼 對於人類而言 亞馬遜雨林究竟意味著什麼 長久以來 這裡被稱作是人類禁地 但真相卻截然相反 數千年來 亞馬遜雨林一直是人類的家園 至今仍然生存的 近四百個原住民部落 他們創造了極為多元的文化 至今 人流存著三百多種不同的語源 他們還在這裡 繡化了木鼠、花生、金金納樹、可可、橡膠等種 深刻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眼睛 和沙瓦 這就是原住民種植的牧師 亞馬遜原住民 在數千年的農業活動中發現 由於這裡降水極為頻繁 土壤被沖洗得特別平級 一塊耕地 只需要短短數年時間 就會失去地理 但雨林的原住民們 學會了規律拋灑食物殘渣 便由微生物們 將其分解為複製 年後一年 原本平級的雨林紅土 竟然轉變為 更加適宜植物生長的雨林黑土 也可以說 人類意外守護了 亞馬遜雨林的生物多樣性 創造出 一種與雨林和諧共存的生活方式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 在今天 亞馬遜雨林的未來 正在受到一些人類活動的威脅 大規模的農業活動 以及因全球變暖 而愈演愈烈的旱季火災 正在不斷蠶食著 亞馬遜雨林的生命裡 現代人類社會 是否能與亞馬遜雨林 更和諧地相處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近年來 包括巴西在內的雨林周邊國家 正在設立更多的雨林保護區 不斷提升農業科技水平 減少雨林開墾面積 整個人類社會 也在不斷擴大新能源的運用規模 這將逐漸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從而降低極端高溫乾旱事件的發生品質 減少火災對雨林的破壞 讓雨林有機會自我修復 有人說 當巴西亞馬遜雨林裡 一隻蝴蝶山洞翅膀 會在不久以後 引發一場北美洲的颶風 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應 我們也希望 藉助科技的力量 人們守護雨林的種種微小努力 勢必也會在未來 以另一種蝴蝶效應 引起守護亞馬遜雨林 和守護地球家園的網潮 讓亞馬遜雨林 在這顆星球上 長久繁茂 生生不息 Hey Newton How do you like this shar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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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威脅 看來臉 是漂亮吧 對嗎? 是 很威脅 謝謝 謝謝